各位投票朋友大家好 歡迎在收看股市米其林 我是謝文綺 那今天是12月9號禮拜一 新的一個禮拜 那投票朋友今天是12月的第二週 上禮拜我相信 上上禮拜不好嘛 結果上禮拜 週限漲了900多點 好那到今天 盤市好像開上去又下來 今天盤市好像沒有什麼特別大漲 沒有特別大 那投票重點是小支的股票 重點是小支的股票 今天看我旁邊 光盛漲停 投票當然我相信 不是說老師你漲停的再拿出來講 那我相信 西光子我一直以來 有看我節目的觀眾 如果你第一次看的 你不要覺得好像老師漲停版才在那邊講 對不對 那今天還是有股票能漲停 那當然今天我YT的標題 有點刻意洗盤的味道 投票可以去想像一下 其實因為上禮拜大漲這麼多 禮拜五有點拉回 那今天早上其實也是算拉回的盤 那可是其實我來看一下我的簡訊 早上 其實我後來有在補一通 那我就沒有做 來不及做字卡 我還是要講 會不會拉全值拉點數不一定 但是個股還是活繃亂跳 還是活繃亂跳 怎麼會這樣 老師我早上還沒開盤 我就先這樣講 當然我想投票很重要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 你說今天盤勢好像現在漲30點 好像沒有特別特別的漲 加全指數來到了 站上所有均線 好你要說高點好了 那投票你們要注意到一個東西 櫃買 櫃台 還在底下 你看 加全很強對不對 加全很強 可是櫃台還是在線下 那還有一個重點 來 融資佔上最高點位 融資佔上最高點位 你去看大盤的還好 大盤的還沒有 加全指數還沒有 上市的還沒有 還沒有超過歷史 今年新高 可是櫃買已經佔 融資一定最高 通通怎麼會這樣 那我就合理的預估 現在指數會不會拉不一定 為什麼 你全指股你說這些上市的漲上來 好 已經相對高了 那現在是不是資金抽到 來哪裡 就是上櫃 通通這個觀念 我早上我就先跟會員講 其實我後來有在補一通 我是說 今天早上其實就是 好像在有點洗盤 那會不會尾盤或明天後天拉起來 那在我看來 今天尾盤很多小型的個股 反而就是有開始拉 就是有開始拉 那投票我 可以提前去預告給會員這些東西 好那我希望真的啦 如果持股上有問題做不好 你真的來給我看 我看過以後 我會跟你們說要怎麼做調整 好不好那今天節目幫我看完 為什麼 因為我等等我會有三檔 我會公開三檔 我認為 最近接下來還是可以動作的 雖然不要覺得好像長高了 有小隻的 有中價位 有高價位 我等等節目我會直接公開 所以可以的話 我的Line 小老鼠MVP57 還沒加投票幫我加進來 小老鼠MVP57幫我加進來 YT頻道幫我訂閱好不好 那真的今天這種盤式 持股有問題好不好 你們加我Line跟我講 留持股 可以的話 我把價位跟張數都留 好聯絡電話也幫我留 因為我會跟你說 要怎麼動作 持股有問題 那還有 好很多人在跟我Line裡面 反應 老師你說有一些東西怎麼看不到 好我除了盤後文以外 我講了你加我的Line 新加的朋友也一樣 你加進來幫我丟個貼圖 打個招呼 因為我有些我說了 我是私下 好我去做一些訊息傳送 我不是說全部用群發的 我有些是因為 因為講真的你有跟我互動 至少我跟 你有傳Line的貼圖打招呼什麼 我至少 我至少可以跟你們多一點互動 所以 我在盤中有時候不經意 我就有一些股票訊息 我就傳給你 所以可以你加個Line 幫我先丟個貼圖打個招呼都好 好不好 那股票有問題真的就來 加我Line來跟我說 我會跟你們說要怎麼做調整 好 其實今天我還是要講 有點刻意洗盤的味道 沒有說又全面的大漲起來 有沒有這種感覺 有 因為其實最近上禮拜很多股票大漲 今天其實都是跌多少 2到5%左右 可是跌下去有些又 有點抗跌 又有點往上拉的味道 那怎麼會這樣 我還是要講 最近如果你說大盤指數拉不動 那還是換中小息 那來了 我等等會講BBU 今天很慘 對今天很慘 那資金又跑 有跑到其他的嗎 有投票 今天還是跑到其他股票去 那你 當然你回覆我今天要講 神盾集團很強 我說我這一波也沒碰 那我不會說因為一天漲又進去 可是 CPO還是有很強的股票 對不對 還是有很強 我不要說只有講光盛 光環今天應該也不錯 創了新高 創了新高 那重達呢 繼續創高 創高又拉回沒錯 可是有沒有撐住 有 所以投票 你要來跟我動作還是不要 你們自己決定 只是 真的來跟文奇五 光盛可以這樣漲停板 可以這樣漲停板 光盛我們這人在講 我還是先順下去 好不好 先順著講 來 美股 講美股 其實我昨天如果有加我賴了 我昨天也講 11月非農就業優於預期 但是失業率又上升 為什麼 老師怎麼會這樣 失業率 其實投票 失業率沒有到上升 因為前值4.1 預期4.2 那它也就符合4.2 那為什麼非農就業會突然增加這麼多 投票你們不用去想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美國那個時候就是怎麼樣 因為 巨峰 因為罷工 那很多老師 我不曉得 拿著要來分析很久 我覺得沒有什麼意義 啊 你講為什麼非農就業上升那麼多 結果失業率還上升 同樣失業率本來 估就是估4.2 那重點就是非農就業 因為前一個月大跌太多了 那這個月又上來 就是因為巨峰 因為他們休息放假放好幾天嘛 出不了門 那還有罷工的問題 所以造成前一個月非農就業下來很多 那這個 昨天這樣 這禮拜這樣爆出來 上禮拜五這樣爆出來 就只是符合正常 那 沒有什麼 不用去為了這個去太影響 好不好 因為很多人在那邊問我這個問題 沒有什麼 就只是因為 非農就業前一個月的因素 不是因為經濟的因素 因為罷工 那因為天氣 好 就這樣結束了 好 那標普繼續創新高 所以 同樣標普跟大致達克創新高 還是很強 所以以後帶回來台股 我認為不用太擔心啦 真的不用太擔心 那本週當然還是看CPI PPI 同樣會不會降息 我講是一定會 那只有12月現在又講 又重生不急著降息 以下變來變去 那我講你有看我節目的 我不會跟你很確定 一定降或一定不降 為什麼 這不是我們分析師能決定 不是一個人能決定 這個是聯準會他們整體去投票 那也是看當下的環境經濟因素 變來變去 所以 你不想說我今天跟你確定說要降 或確定說要不降 結果 結果是相反的 那你來說老師你不准什麼 我從頭到尾就跟你們講 因為這個關係怎麼樣 拉回你要買 那現在看來我的想法 不管怎麼樣 最近 現在 包括明年 股票就是漲了 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漲 所以投票 不用看得那麼重 我們只要挑對個股來動作就好 個股我們挑對就好 那這個CCI PPI CPI 跟PPI 主要是禮拜三禮拜四 那最主要也是看禮拜三禮拜四的一些經濟數據 那講到這個 好 美股怎麼樣 我昨天在我Line裡面也講 很多人 在裡面老師 你到底好不好 AIAI怎麼樣怎麼樣 那我要講市場還是有傳出一些不好的消息 我們說 揮答怎麼樣 要被反壟斷 我講有傳出這些好 都是算好 不要覺得不好 你當真的 我一直講 全面樂觀 市場氛圍完全是百分之百好的時候 你再來擔心 那現在還是很多傳出來不好 可是投票 揮答怎麼講 我們支持客戶選擇 也支持全面市場競爭 因為他們產品是 他們覺得是同類中最好的 他們也開放說那些產業來競爭 但是怎麼樣 他們還是認為客戶 就是能夠選他們才 為什麼 因為夠強 夠好 他們這樣認為 很有自信 來 還有一個 警告 美股和加密貨幣正在形成泡沫 你知道這禮拜五的嘛 禮拜五晚上的 所以投票我只能講 裡面內容我也不用去看 只是說他裡面要講 因為漲高了嘛 那還有要又回到去跟什麼 2000年了 2000年3月的科技泡沫高峰到達5.5倍 那現在 他就說標普已經到了5.3 所以他拿著以前的歷史借鏡來說 好像到了高點 好不好 我講現在資金一直在湧入 其實包括台灣也是 你說台股最近這樣創新高 可是外資一直賣 最近大家focus在這一點 不要說今年 你從2022、2023年 去年前年 美股外資一直就是在賣台股 越賣越高 那你說他們回補幾天又賣了 這個有影響嗎 好那很多人 因為現在是內資 內資去控的 投票我必須講 最主要最主要 你不用去想說誰買誰買 最主要是什麼 貨幣攻擊 貨幣就是越來越多 你資金越來越多 好美國也一樣 台灣也一樣 你資金越來越多進去 你要錢進去的股價就上來了 美國也是這樣 好所以你們要去分析這些 我覺得可以分析 只是沒有這麼複雜 就是貨幣攻擊越來越多 就這樣 好那來 又要講超微亞馬遜 又要來挑戰 回答 我想這個 對台灣來講 有競爭都是好事 我還是要再講一次 只要有競爭 他們只要競爭都是好事 你不要想說 回答被打趴了 所以台灣股票掛掉 因為怎麼樣 你超微亞馬遜這些 還是找台灣來代工 就這麼簡單 不用去想得這麼複雜 好不好 同樣我必須跟你們講 真的不用想那麼複雜 好那 韓國我相信這兩天 也是嘛 那個沒有過嘛 可是呢 現在又說 他就被他們自己執政黨在那邊講 好那 同樣講到這個我要想 我還是要提前去 預告 預估啦 台灣有沒有可能像韓國這樣 其實有可能 為什麼 那你要去想 一樣嘛 我不是要說我支持誰啊 只是說執政黨現在是小 在野黨現在比較大 那是不是韓國現在也是這樣 還有一點 執政黨現在就是認為 在野黨的比較親什麼 好像親北韓 好那台灣是不是執政黨認為 在野黨 不管藍還是白 好像在那邊比較親中共 親中國大陸 其實真的很像 所以你說如果台灣發生這樣怎麼辦 我講這個沒人可以知道 只是我認為真的有點像這種感覺 不管你是支持誰 當然我也不希望這樣 好不好 這個沒有那麼快結束 韓國真的沒有那麼快結束 所以你說當然對其他周遭國家 一定啦 在股市上 一些轉單上一定會有 一定會有 你們不用太擔心 大戶歸對 其實真的12月份 我認為到年中 這個真的是會有一波行情 你不要怕 真的不要覺得好像 大盤現在跌 涨20點怎麼樣的 股票還是能漲停 為什麼 絕對不是你去買的 就是有人去拉 而且這種用這種力道去拉的 投票 絕對不是買幾張而已 這種力道去拉 絕對不是幾張 好不好 這個我只能這樣跟你們講 那你願意來跟著動作 就會知道差別 來 電子業 極單 湧現 又變好 川普的問題應該要不好 又變好 所以投票很多議題兩面的東西 你要知道要怎麼去應對 不要因為看到一個新聞媒體報導出來 哇你就嚇一跳 不要這樣認為 好不好 真的不要這樣認為 那現在最主要東南亞 輝達西台電衝一波 要去哪裡 泰國跟印尼 那來 這有在這兩家設廠的公司 最近應該啦 還會再漲一波 來這邊當然還是誰 廣達 廣達 那還有鴻海 最主要還是廣達跟鴻海 那當然不是只有這兩家 還有一些小的 有在泰國印尼 最近都可以去做一個注意 留意 台積二奈米產出近了 還是一堆好消息 我等等去講 先進製程還有成熟製程 還是有差啦 所以怎麼樣聯電事件 我們說成熟製程 大陸在那邊六折 所以 那你要做還是要做先進製程 那我相信很多ETF最近其實 為什麼會不好 就是因為 聯電嘛 我那天也舉過了嘛 這樣子的走勢 世界先進 這樣的走勢 那你說持有最重比例 他們這些ETF怎麼會好 所以你還是要換啦 換到持有一些ETF 我覺得比較 有台積電的也好 有聯發科的也好 絕對會比較好 因為成熟製程真的 不是說沒有用啦 只是說因為真的不好 不是說不好 太多人在做了 你還是要去做先進製程 才會好 才會好 會不會填習 這個每次 每次來一次就要講一次 這個我今天也就帶過了 來 那這個 星星景碩 南電啊 真理那些投票 你知道 我相信 因為早上今天也很多人來私訊我 說 老師我有星星怎麼辦 好 我相信我看我節目的都曉得 我的記事本裡面有講星星 有講景碩 前面那些外資也在看好 但是我就跟你們說了 要觀察 我說我不建議 好 其實我一直都這樣講 ABF載板 載板這邊我不建議去動作 可是我相信很多投票 沒有就很愛做 為什麼 因為之前一波賺很高興 之前一波賺得很高興 所以大家都去買 大家都去買 那你看前面外資你說在放消息 結果狂賣 三大法人在狂賣 那最近股價又下來了 景碩也是 為什麼會這樣 那當然我先講 因為你說他們做算 你要說主機板嘛 載板 還是有分嘛 高階跟低階 那現在最主要是 因為他們高階的開始有 可是比例也沒有到很多 最主要他們還是在做比較中低階的 一些消費性的產品 可是呢 來 消費性產品怎麼樣 就是不好 消費性需求疲弱 就是不好 那投票我這樣講 為什麼我也可以這樣跟你說 因為 我是有親戚啦 也是在星星裡面工作 那他就跟我說啦 高階的很好 他們工 廠有分嘛 有些廠是做比較高階 有些廠做比較低階的 那 好你說高階的很好 可是高階的訂單就是少 那最主要他們還是在怎麼樣 在比較中低階的產品 一般性的產品 那所以訂單沒有很好 所以為什麼好像不好 當然本來就是淡季 那同樣我要講的是 很多分析師在上漲的時候 上漲的時候就請你們去追 我相信你們 節目講你們就有 那我不會這樣 我還是看 依照我的判斷去做 所以如果你有這一支的好不好 來找我 我可以跟你們說大概要怎麼做 有ABF載板的來找我 好不好 來找文奇我 我可以大概跟你們說要怎麼動作 好那台積電你看 現在變翻黑了 好平盤 剛剛是平盤嘛 那台股就這樣 又跌下來 這樣要擔心嗎 好要擔心 我早上我簡訊我就跟會員講 要不要拉指數 要不要拉全子股 好不重要 個股做得好就好 那回來 那今天其實很多個股 包括我手上也有 跌個2%3%都有 可是我講 我對我的股票有信心 那重點投票你們呢 你們手上股票是可以這樣的嗎 會可以這樣創高嗎 好這個你們自己去想 好那當然今天還有 陽明很強對不對 投票你說今天要不要去追 出大量要不要追 好那今天這個漲最主要最主要 因為就是0050對不對 還有高股息 一個市值第一的ETF 一個市值第三的ETF 0050056 所以今天這些納入的 好像最主要是陽明 好像很強 同學那你今天這樣去追 我不建議啦 為什麼 因為你去對照長榮 就沒有到這麼熱 如果 如果航運是 不要管納不納入的問題 航運這個題材 如果完全是很OK的 那今天長榮 萬海應該也要跟陽明的走勢一樣 那事實上是沒有 所以你今天這樣一根去追 我認為好 我認為會有點危險 好不好 那有的人私下可以再問我 好不好 再問我一下 那今天紀事本裡面 還是散熱產業 還是 還是認為OK啦 七紅 雙紅還是不錯 那見準也符合預期 那當然我說了七紅雙紅還是要特別注意 還是要特別注意 有沒有 現在還是下去 對 今天很多我早上看也是都是跌的 都有翻紅 為什麼可以這樣 有點刻意洗盤的味道 有點刻意洗盤味道 好不好 這個你們要注意了 要注意了 那神達 沒有覆蓋 但是看還不錯 表現不錯 那信華平是正面 來 圍影 圍影 今天怎麼樣 再創新高 波段這一段 說還沒有到前面 會不會過前面 不曉得 3000會不會去 不曉得 可是這一段 今天又在上修 今天又在上修 那我相信 我禮拜 我上禮拜 上禮拜五盤後我有講 上禮拜五又創新高 如果2500能過去 很有機會挑戰歷史高點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 因為近期出大量 已經超過前面 創新高的大量 這檔的主力又回來了 並且利用關稅的利空 來做低階 當大家都害怕的鑰匙 有沒有 有錢人跟你就是完全相反 好不好 你們想做這種高價股 我在我盤後也講 我就沒再恭賀了 因為這 創上去我也不再恭賀我清貸了 你資金有好不好 資金夠 我講了過2500 過2500 過2500 好今天有過 過了又拉回 為什麼因為一樣嘛 賣壓前面就是有 好不好 今天又再出量 好又再出量 量又再滾出來 會不會過前面高 我們可以看 那其實今天很多高價股 反而是上去又下 怎麼會這樣 好不好投票 好華碩還不錯 今天還不錯 可是 你說我前面講了什麼 帽連 金側 今天都拉回 上週漲太多 上週漲太多 所以這週又拉回 我這樣講 我上個拜選股 靠這幾檔 我上個拜選股是州冠軍 那 很多分析師就會拿出來去講 我選股州冠軍怎麼樣 那我講如果下週又不好又怎麼辦 那這個東西我必須講 投票 有時候真的是這樣 你不要有一個頭銜在 就在那邊 一直在那邊強調 一直在那邊強調 好不好 我不喜歡這樣 我真的不喜歡這樣 來 昨天12月8號我發了 大戶還是持續增加 創委上週加了49%多 剛剛有沒有上去 有翻紅 滑星光 也是上 有翻紅 又下來 勇德 好像還不錯 投票 有沒有我講 又站上來了 又站上來了 這邊外資開始有買 勇德 有時候真的上去 又下來 破線看起來好像很可怕 可是又回來 這檔股票週期就是這樣 可是 你不要等他真的確定打完底 出大量 噴出去創高 這邊量大過去以後 會很可怕 為什麼外資還在買 那重打 創新高 創新高 好聯軍今天小拉回 又小拉回了 投票 要擔心嗎 要擔心嗎 那還有像偽訊 上禮拜五也是創高的股票 我真的都找得到啦 只是這種事 你們要不要來動作 要不要來動作 12月5號我講嘛 聯軍王換光盛 來今天 恭喜光盛掌停板 急拉甚至掌停 那重點是 離最高的558就差兩塊了 就差兩塊 跟我一路堅持的會員 賺到就是你們 558在哪 投票朋友 也整理啊 盤盤盤 558 那今天因為掌停板最高就556 不然會不會過58 我認為有很大的機會 那投票這樣一路這樣盤 甚至有拉回300多 你敢不敢這邊再買 那重點是到今天這樣掌停板 要突破新高 為什麼可以這樣 為什麼 那你說矽光子後面還會不會 投票我認為會 我認為會 可是你們敢不敢動作 我不曉得 來跟文綺我了好不好 一路堅持的會員 一路堅持 我是希望 11月6號我還是在講 聯軍王換光盛 11月6號 我這些東西其實 我相信有看我的投票 我都曉得啦 真的我所叫的股票 就即使有拉回 都是能夠放心安心的續報 到創新高 可是你要給我時間 我必須講 你不要說 老師創高了 我每天都要創高 沒有我不要了 有時候真的要給我時間 你給我時間 我有辦法給你們這樣的東西 我不像其他分析師 天天 就是這邊的掌停板 在那邊抱一對 抱完說 我會員有跟著動作什麼 我不會這樣 應該今天 我看不少又要去講什麼 可能講安國 講神盾什麼 我不喜歡這樣 我真的不喜歡 那創委 今天應該還是不錯 這個 投票 我還是希望你們真的要動作 今天 今天 這一支 這一支 其實都是小拉回 那我希望你們真的 可以來跟文綺 一起動作這個東西 真的一起來操作 茂蓮 我剛剛有講 茂蓮 金側都拉回 沒有關係 創高拉回都很正常 重點是投票 那個過程 那個過程 你有沒有跟著我這樣一起動作 你說那麼高價 那冰川 投票 今天冰川還差664 最高66.5 今天最高66.4 就差0.1 又可以過高 又可以碰高了 又可以碰高 我做股票可以這樣 我希望投票一起來動作 好不好 一起來操作 來 那BBU怎麼辦 好 其實投票 我在講今天又 最主要最主要 因為AES被關了 你說順達現在跌停板 我直接講 我今天也出啦 出的也不漂亮 我直接講 也出了 沒有說賺那麼多出 我也講真的 那最主要是什麼 因為又在傳GB300 這我們自己分析師底下在講 GB300 沒有把BBU納進去 所以就這樣跌了 真的就這樣 那我講 你說BBU這樣跌 我的這個碩天還OK吧 還OK吧 跌停 碩天可以這樣 我找得到這種股票 創高 你說橫盤會不會再創高 我們看 我們來看 好不好 真的時間又不夠了 來 那 我順達 我出掉 投票我去換什麼 換這一支 投票今天 好 我今天就直接講了 沒關係 換這一支 早上9點51分 這邊9點52分 很硬的 好 9點51分 9點52分 硬了 盤下 投票我去換 順達我去換 好 因為我講 短線上可能沒有那麼快了 所以我去換 來 換掉 01 現在這樣子 好 那為什麼要去做它 為什麼要去做啊 投票我講 大戶還在買 好 賞戶又在賣 才剛開始 那最主要 最主要 你說AI 還是因為要拉到軟體 所以你說硬體如果真的炒完了 軟體股 最近當然很多軟體股很好 軟體股都很好 那你說台灣 所以我說我敢跳進去買 那這就是差別 你敢不敢跟著聞起我這樣動作 今天買完這樣子拉 真的喔 9.51在這邊 還沒有紅的時候這樣進去 投票我做得到 好我也公開啦 沒關係啦 因為這也漲起來了 跟你們講 那重點一樣大戶上去 賞戶就下了 這些股票 中價 低價 高價 你都來找 來 偽訊 我剛剛講 偽訊我還是看好 偽訊我看好 一樣大戶上來賞戶下 那還有照例 好200塊的照例 那還有材料 材料也是喔 你不要想說好像很高了 1000塊 投票大戶還在增加 這三隻股票 投票我就今天啦 直接公開給大家看都沒關係啦 好真的就 希望說 你說今天盤我覺得 因為我今天真的早上 我就很早下 有點刻意洗盤 那洗完盤要怎麼動作 要怎麼操作 好不好 我希望投票你可以來跟著 溫習我動作 你會知道差別 你會知道差別在哪 我的股票 好我今天做 我今天去動作可以這樣拉 可以這樣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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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希望你們可以 那光盛掌停板 可以這樣掌停板 冰川快要創新高 高架股拉回 沒關係 可是 微影 繼續創高 我做得到 我希望你們也做得到 好不好 你做不好想賺錢的朋友 來一通電話 溫習我幫得到你 我幫得到 那持股好不好 有問題 趕快來給我看 加我賴進來 那這一支 還能動作 有兩支 絕對能動作 我希望投票 一定要一起動作 好不好 加我的賴進來 有股票問題 新的標的 我通通給你們 通通給你們問 好不好 祝各位操作愉快 我們明天再見 謝謝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各別有加證券 無不當真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